《喜行与色色相关剧全》 这次我想聊一期影评 最近看了一个很老的片子 是1974年波兰斯基导演的唐人街 非常非常好 然后这期节目就想聊聊这个片子 可能会有一些剧透 OK 我输回正传 然后我一开始 这个片子我很早很早 就知道吗 因为他很有名 波兰斯基导演的唐人街 但是我一直没有看我这个人很愚蠢 因为我以为我凭借这个名字唐人街 我想这不就是应该是讲一个 一些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吗 对吧 一些华人移民在美国怎么生活的 我顾名思义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片子的 我太傻了 我根本没有看简介什么东西 然后很好笑 然后就一直没有看这个片子 这是反映了一个就是 也还是根据上期那个话题 研真下来先入为主的概念式的问题 我就是一直因为这个名字 所以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片子 然后最近然后才翻出来 看这个片子 就是 但其实他讲的跟那个移民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 也有很多人问 就是为什么要叫唐人街这个名字 你看完影片 你就很明白就能知道答案 就是因为 在1974年的那个美国 就唐人街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 就相当于 相当于不法之地吧 你就这样解释 就是杰克尼克尔森 这个男主角 出名的杰克尼克尔森 他当年 在剧里面的角色 他当年是一个唐人街的一个警探 然后他在唐人街有一个原则 就是他们在警员当中流传下的原则 就是能少做事就少做事 就是不干涉唐人街自己的事情 就是可想而知 警察就拿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是因为 尼克尔森 他的女朋友 然后在唐人街 然后就是他没有保护好他女朋友死了 然后他才就是悲愤之中 然后离职 然后做了私家侦探 然后才引出了这么本影片的故事 OK 做了私家侦探之后 当然他以前当探员 然后现在做私家侦探条件也非常好 然后也很有钱 然后有很多社会名流 都来找他来做一些私家侦探的活 有一天就有一个小姐来找他了 就是说他老公是水利局的局长 然后水利局的高级工程师不是局长 高级工程师 然后说我怀疑我老公出轨了 然后请杰克尼克尔森去调查一下 然后尼克尔森这么一调查吧 然后发现 他老公确实跟一个小姑娘在约会 对吧 就两个人划着船呢 什么的 然后还还看到他老公跟另外一个男的 那个男的是水利部的部长 水利局的局长 我们叫水利局好了 水利局长 吵架了 然后是这样 然后正正调查着呢 尼克尔森 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过来说 哎 你调查错人了 那个 那个 我没让你调查我老公 是这么个事 就是 就是你知道了 对吧 就是哎 突然另一个女子说 我老公 对吧 我根本没让你调查我老公 然后尼克尔森才发现 哦 原来雇用他调查水利部高级工程师的那个女子 不是这个高级工程师的老婆 就很奇怪 这是一个一个陌生 他一个不认识一个不认识的人 一个幕后的角色 然后让他调查 水利水利局的高级工程师 然后这边调查调查 就是他那蒙受不白之冤嘛 就相当于 就是这个杰克尼克尔森 就是相当于他是非法调查人家老公 因为在美国的情况 假如说我妻子让你调查 OK 妻子调查老公是可以的 但是你你妻子人家根本没让你调查 一个冒名顶替的人让你调查 那你相当于就是侵犯人家老公的隐私了嘛 然后他就这样蒙冤了 蒙冤之后 然后那个太太 正牌太太也说 算了 我不追究你了 就这么回事吧 你别调查就完了 但是尼克尔森不满足 哎 不行我不能 就你你给我整一个这么一个陷阱 我知道是谁要陷害我还怎么样 尼克尔森就说不行 我现在不满足了 你满足了吗 行不行 我不满足 我要接着调查 接着调查他老公 就是水利部的高级工程师啊 记住水利部 非常水利局啊 非常有关键的信息 然后调查就还发现 他老公死了 哎 过了两天就 就在一个 就是比如说 那个这个地 故事地点发生洛杉矶啊 就是70年代洛杉矶非常干旱 然后他老公就死在了一个干旱的河床里 对吧 然后但是法医尸检发现 他老公的肺部有咸水 注意是咸水 就是海水嘛 对吧 那一个死在干旱的河床里的人 他怎么可能肺部有咸水呢 对吧 这个就就很奇 莫名其妙 很蹊跷 然后呃 警察就匆匆想结案 就说那你就不小心就是到海里面淹死了呗 就这么简单 对吧 然后 米克尔森觉得这事很奇怪 他就想要接着追查下去 他不满足 因为他觉得隐约发现 呃 水利局 他最近搞一些活动很蹊跷 因为水利局想在洛杉矶修建一个水坝 然后目的是比如说 呃 以灌溉洛杉矶之名 就是洛杉矶当时的人是非常缺水的 然后如果水利局在比如说河的上游修了一个水坝就可以除水 然后就给供给洛杉矶 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当年呃 但是时间不一样 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初 然后影片的时间是在呃一九七几年 那真实事件发生在是一九零几年到一几年 这个时间 OK我们接着讲 呃 他们想修水坝 然后当地的那个 呃 达官贵人啊 包括水利局的很多人都是赞成的 因为你想修一个水坝 修一个水库能繁荣整个城市带动经济发展 但是 那个死了的水利局工程师 他活着的时候啊 他活着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个演说 当时那个很有趣 当时水利局要修水坝这个事儿 呃 是在 就是议会不或者说是公共的场所是召开听证会的 然后随便都可以去 然后比如说所以尼克尔森就可以随便就可以进去 就去听 而当时那工程师发表了一个演说 就是他们两派争吧 就先是支持秀水坝的人发表演说 然后 然后反对秀水坝的工程师在在灯台 再说呃就是呃 举例就是说哎 我们曾经那个美国某个地方也修个水坝 但是后来垮了 然后死了很多人发生了洪水冲掉了 原因什么呢 那个土地就是就不适合修水坝 那个土那个石头那个岩层不好 那我们洛杉矶也是属于那种岩层 这个这个不能修水坝 万一垮了就不行了 我坚决不能让你们修水坝 这么一个事儿 然后就然后发表这个演说不久 然后他就死了嘛 尼克尔森觉得特别蹊跷 然后他就调查这个水坝 你知道他深夜里跑到那个水水利局的想修水坝 就是那个就是水库的那个呃边缘 然后那个去看 当时那个啊水水库还没有建起来 但是已经有小型的除水除水让之吧 肯定是洛杉矶肯定不能没有水嘛 然后他发现在这样一个干旱的地方 呃那个小水库晚上却偷偷的往外放水 那个水放在哪呢 放在沙地里 然后就是他根本就是不给人用 然后也不灌溉庄稼 就直接全留在留在沙地里 他流水流的那个方向跟洛杉矶的方向 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这个事儿就很奇怪了 就是就比如说洛杉矶在南边 然后他水往北边排 就干排啊 就排地里就躺没了 就就拉倒了 然后这个很奇怪 你洛杉矶这么缺水 然后水利局还干这种事儿 对吧 就很奇怪 所以到现在为止 尼克尔森他就有两个任务 他一是想要调查 水利局的那个被害的工程师是怎么死的 二是要调查 这个为什么水水库在晚上偷偷放水 对吧 然后他到调调查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他又来了 然后 哎 这把碰着黑社会的了 是水利 不是不能说黑社会啊 但是是 是水利局的人请了打手 哎 你来我们这调查想干什么 你这个不怀好意啊 教训教训你 对吧 下次不要再参考这事儿了啊 跟你讲 再参考就给你小命 给你给你给你搞了 对吧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打手就挑破了尼克尔森的一个鼻孔 就是拿那个匕首啊 就是划破了他的一个鼻孔 然后 然后这个戏 后半程 然后尼克尔森一直就是那个在鼻孔上沾一个绷带的一个状态 然后不是一个绷带 就是一个很厚的一个白色的纱布 很厚一大块 然后这样的面目是人就很搞笑 尼克尔森那么帅气的脸庞 对吧 然后也这样一个面目就就很搞笑了 然后与此同时 呃尼克尔森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要跟那个遇害被害人的老婆真正的太太在求助 他想找找那个 问他 你觉得你老公是怎么死的 他太太一开始是很抗拒这个事儿的 因为你想 呃 他太太就是他怕祸及自己啊 对吧 虽然他俩感情没问题 但是他怕就是我我掺和这个事儿 人被我老公干干死了 如果我在山河 把我也干死了怎么办 对吧 一开始他是拒绝尼克尔森调查这个事情的 然后后来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是这个就是说 呃 这个太太被尼克尔森的魅力折服了吧 就是因为后来他俩还有一段感情戏 他俩还上床了 然后 就我刚死了老公就跟尼克尔森上床 这个这个 这个有点有趣啊 他就说出了一个事儿 就是说呃 水利局的这个总头头大头头就是我的父亲 然后他当年合伙跟我老公一起 然后办了这个水利局 哎 这个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你想 就是一个公共事业是他俩办的 嗯 明白吧 就是这个水库整个这个公共事业是他俩办的一个私企 这个就就很有趣了 然后他俩是合伙人 这个高级工程师被害的高级工程师和他那个妻子的父亲 就是他的岳父 他俩是合伙人的一个关系 然后吧 后来呢 他俩就有点不和 这个太太说 确实就是说 我爸爸想修这个水库 然后我老公不想修 然后那尼克尔森一想 我操那肯定是你爸搞的鬼呗 但是他没这么明说 但是有这个怀疑 但是他那个妻子 他心里也明白 肯定就是我爸派人杀我的老公的老公的 那你想就我爸这么厉害 你想就太洛杉矶是一个只手遮天的一个状态 只手遮天 非常非常有权威有势力 没人敢动他 但尼克尔森就不服气 因为尼克尔森你想他的性格是 他当年在唐人街那么一个地方 他都想去保护别人 他不仅想保护百姓 更想保护自己的一个女朋友 但是他女朋友没有被他保护住 还是死了 然后他就很心里面有一个心结 然后到私家侦探这 他为什么这也是一个人物的铺垫 就是说到私家侦探这 他为什么这么想执着于解决这个案子 就是说我当年那个事 我没做明白 那我现在有另外一个事 我想把它做好 然后就是把它完成 弥补我当时的一个缺憾 他有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他就去 杰克尼克尔森就去见了 那个很有势力的水利局的那个头 那个合伙人 那个黑社会老大 可以这样实际上说 然后在那个豪华大别墅里面的老大 这边叫厨师做的那个什么鱼 然后对吧 那边上菜 然后然后有一个细节特别好 就是说一般西方人吃鱼 他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讲究一个完整 就是他整条鱼都上了 你想西方人去一般 比如说要么就是生鱼片 要么就是说鱼肉鱼排这些 对吧 他们不吃鱼头 因为西方人对吧 所以他们很少就上鱼头嘛 但是这个老头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水利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最高领导人 这个这个黑黑黑 这老头 他吃鱼是连整条鱼一起吃 上带鱼头上来的 这个细节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老头是非常凶残残暴的 你想就用用这样一个细节 这是因为你吃一个鱼头 是一个动物性的一个概念 这个就是相当于不是那么的现代化社会 不符合西方主流那个感觉 然后这老头特别强调了说 哎 我喜欢我我喜欢整条鱼一起上来 就是他暗示了这个情节 暗示了他的一个残暴性 这个老头 这样 然后同时呢 他开始叫他也委托那个 因为之前呃死者的太太 委托那个跟那个尼克尔森 就是和好之后 就他俩不是和好 他俩就是搞上了之后 委托尼克尔森 行那我帮你 你也帮忙把这事调查出来 但是呢 这个老头听说尼克尔森调查这个事 他又重新委托尼克尔森 说我出双倍的价钱和奖金 你帮我调查一件事 这个事是什么呢 你要把那个呃 冒充死者妻子的那 那那个人给找出来 就是说呃 就是有个 啊不是冒充死者妻子的那个人 就是说你要把死者的那个情人找出来 一开始不是讲到 那个冒充死者妻子的那个人 叫他调查那个死者 然后是说有婚外情嘛 然后他跟跟一个漂亮女孩 讲的划船 对吧 那那老头就让尼克尔森 把那个划船的姑娘找出来 他不 尼克尔森不知道为什么 你找他干嘛 人都死了 然后你搞他的那个婚外情干嘛呀 对吧 一开始大家只是想了 就是说哦 那这个老头很邪恶 他想就是说 把死者宅将陷害 就是这个死者呀 他生前不检点 他有婚外情 所以他死有余辜 是这个意思 然后说 大家就不要为他感到惋惜了 然后是这个 这感觉 一开始你个人只是这样想 然后他就开始调查 然后这个时候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个 很多美国的老电影里面 都有这个 莫名的接电话的情节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之前的那个什么呃 比利怀特的控方证人 那个也是讲一个律师调查一个案子 给他的那个当事人做辩护 然后在缺少关键证据的时候 也是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然后电话那头就讲好多好多 那个说哎 我给我要给你一些材料证据 然后你来来来哪个地点给你 就是这个是怎么讲呢 嗯 突然间来一个电话是能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也能推动情节发展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种突然来个电话 这事儿稍微有点那个投机取巧 对吧 稍微有点取巧 这个他没有任何铺垫 直接啪 就像是一个命运的大手 给你一个助力一样 对吧 然后电 这个电话就告诉尼克尔森 呃 你看一下 两周前的洛杉矶日报上的 布告 叫什么副告吧 还是布告 就是就是刊登死者信息的那个栏 就是死的人 洛杉矶日报会会登这个人的名字啊 呃 就是年龄啊 大概就是登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莫名的人就给他这样 这样一个信息啊 就就很有趣 然后这个打电话的人一个人呢 其实就是呃 那个 假装是死者妻子的那个人 他让尼克尔森调查这个死者 其实就是想揭露出那个黑社会老头 他的今天的阴谋 然后是这样 然后 他就是一个很呃功能性的角色 然后就此后也没什么作用 这个这个 然后他就可能我们就理解为是一个出于正义感的 或者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意识吧 然后但是后来的话 他死了 就是也是被老头灭口了 就是然后 很可惜 然后那尼克尔森不知道 那个我们再回回来啊 再讲那个死人这个事 尼克尔森不知道 洛杉矶日报登的两周前的一个死人的信息有什么用 然后直到 直到那个 他开始调查那个水的方向 因为前面死人之外 不还有一个是呃 晚上夜间流水流到北边吗 对吧 流到城市相反的方向 他开始查 为什么水库会把水放到那个地边 然后他开始查 那边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片荒漠和几个小村子 然后 几个小村子呢 也住的人不多 然后他突然发现那边的人陆续搬走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不宜居嘛 然后后来发现虽然不宜居 但是他们搬走的原因呢 是有人花钱把他们的地买了过来 哎 最近就一段时间啊 就是洛杉矶北部那个干旱的地方 哎 那些土地陆续都出手了 然后就被卖掉了 就以很低的价格 卖掉了 然后那个地呃 卖给谁了呢 然后他一查买者 然后他在那个他去图书馆查先他他先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北边的那个地形啊地貌啊 就是有什么地啊 对吧 就是这个关系 然后发现那个是一个不毛之地 然后水排到那边没什么用 然后他查到这个买者 买者的名字 当时那个哎 就是说明美国这个信息会去这个发达哈 就是人家这个房地产这个产权这个这个名字都都登记都都都会查得到啊 就不动产权 这我们中国说好久之前就想做这个事 他一查那个买者是谁呢 就是洛杉矶日报呃刊登的两周前的死人 你想呃买这块土地的时间是在一周之前就最近一周的发生的 但是人在两周之前就死了 对吧 这个就就很奇怪了 哎 就比如说那那个北部有有十块土地 然后有十个人买了 这十个人 很多都死了 这这咋买地呢 这很奇怪 然后他就开始调查这个事 然后他那就只能从死人身上找找信息嘛 他就挖这些呃姓这些名字的人 因为也有很多买地的人 他还没死 比如十个人也有也有没死的 然后没死的那个他查这个就想知道没死的人是谁呢 对吧 哎 查查这个名字 然后翻翻翻翻翻找资料 哎 好像有人是是他们住在有一些人住在那个某个 个高档的养老院里面 哎 啊 是在养老院 然后他就是深夜去高档养老院 然后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他跟那个死者的妻子一起去嘛 然后他假装是说给我的父亲 那个安排个养老院里面 然后在门口人家盘问的时候 他还假模假式的说 嗯 你们这儿有犹太教的吗 嗯 那个任何人说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没有 我们接待不了犹太教的信徒 然后他说哦 对了 我父亲特别讨厌犹太教 那这个很适合我父亲住 他就通过这样的小机制 然后就骗过了那个 这个高档养老院的那个一些管理人员嘛 进去了 进去 然后就参观吧 人家一看你也是诚心诚意想住嘛 那你就参观吧 然后他进去就跟那些里面的老头老太太打招呼 发现这些老头老太太就是那些呃 报纸上登的那个买地的人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呃 然后这这些人呢呃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名下有那些地 对吧 哎 那就是那就很奇怪了 嗯 然后他们看起来这个养老院呢 也就是他虽然很高档 但是这些老头老太太也不像有钱人嘛 因为真正有钱人 他不会住在养老院嘛 你怎么可能那么老了 那么大年纪 然后买块地在荒漠里 不可能 他们根本不知道一个事 然后他就调查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养老院的人 发现这俩人不对劲 你们总跟人问话 也不不像真正真正想要把他爸 安排进来住的样子 然后打手就出来了 打手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尼克尔森就很机智的让那个 死者的妻子去开车 然后他这边把打手撂倒之后 马上上车就跑了 因为人家有枪嘛 人家有枪 你不跑人就给你干死了 因为上次这个打手 就是把他鼻子 豁了一个口子的 那个豁裂了那个打手 你因为上次人家已经跟教训你一遍 说你还敢掺和这个事 就把你干死 那你这次碰到你了 不就想干死你吗 然后赶紧叫他妻子开车 然后那个就跑了 发现这个养老院是谁呢 是他爸 那就是那个死者的妻子 他的父亲 那个邪恶的黑色味老头 和他的朋友们开的一个养老院 哦 那尼克尔森就明白了 因为水利部的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是水利部的大官 你不可能用自己的名义去买地 那就太明显了 所以呢 你就用你们旗下的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的名字 借用了他们的身份买了城北的地 很简单 然后城北的地呢 那个地质 那个呃 因为之前说建大坝的时候 说地质松嘛 对吧 但其实他们建大坝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洛杉矶供水 而是给城北那块地供水 而之前呃 深夜里在水小水库里偷偷往城北排的水 他们经过呃地质研究发现那些水会渗到地下储存起来 天长日久这样排会改善城北那块荒漠的土地 就会让那块荒漠的土地变得移居变得可以耕作 改善那边的土壤环境的湿度 这样 但是这个事所有人都不知道 所以 这些老头以养老院的老人的名义去城北买地的时候是非常廉价的 但是只有他们他们掌握了一个信息 他们信息不对称吗 他们只有他们知道那块地水库建成之后 马上就要被灌溉 然后那灌溉之后这个地就发达了 又能耕作了 又移居了 然后有水库养着 什么各种经济就马上发展起来了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值钱 翻几十倍的价格 他们打的就是这样一个如意算盘 然后尼克尔森就戳穿了他的阴谋嘛 然后我记得在尼克尔 但是然后接着讲 就是说发现了这回事之后 尼克尔森发现他那个死者的妻子也有一些不对劲 死者的妻子虽然跟他在一起 但是有一天他有事突然走了 然后尼克尔森就跟踪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你跟踪别人的时候 因为你才是在晚上跟踪 那个车总是要开灯的嘛 对吧 你你你晚上那个侧灯 可能当时美国的汽车侧灯 你晚上比如你给油 那个就会打开还怎么样 我忘记了 然后 然后但是他为了不让车灯 那个灯亮 特意在跟踪前把车灯敲碎了 摸着黑 然后跟着前面那个车 然后去了那个 那个死者太太去了另外一个房子里面 发现那个房子里面被养着一个女女女生 女生就是当年呃 就不是当年了 就是前不久他调查的那个跟死者划船的那个女生 哎哦 你你老公那个这个出轨内向就被你关起来了 然后他就盘问这个太太 哎 我我找到你了 你你怎么办 然后他太太 一开始说 哎呀 就是这个是是我的妹妹 然后我这个我妹妹跟我老公出轨 这个事也不好办 哎呀 哎呀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然后就把我妹妹养在这了 然后尼克尔森说 然后他又想了一想 说不对 我调查过你的身份 你没有妹妹 你是独生女 然后你快 然后这个尼克尔森激动的啪啪 给了那个死者太太两个嘴巴 然后赶紧告诉我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 呃 我觉得波兰斯基这个情节运用的非常巧妙 就是呃 人在受到巨大刺激的时候 往往会就是能吐露心声 就假如说尼克尔森不给那个女的两个嘴巴 有可能那个女的就说不出来实话 但是他给了两个嘴巴 就是刺激他一下 就把就是说 你别再装了啪啪 就是他人在受一机灵一刺激 反而有可能他想发泄 吐槽 抱怨 都都喷 都都喷 喷射出来 他那个女的马上就这样了 那女的就说 哎 我没骗你 这是我的妹妹 但是他也是我的女儿 就就 所以你就明白了吧 他既是我妹妹 又是我女儿 就是他爸爸强奸了他 那个老头 那个水利部的 那个那个创始人 他强奸了他的女儿 然后生生出了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孩子 我们就叫他妹妹吧 就是既是他他女儿的妹妹 也是他女儿的女儿 就是这样一个乱伦乱伦的关系 然后 所以这个这个死者的妻子 常年是受到他爸这样的一个对待 所以他一直不敢检举他爸 他相当于一个呃 被暴力所所伤害的 然后精神很崩溃的这样一个一个身份 对 然后这才说出来实话 然后这个尼克尔森就知道了这个情况 然后说哦 那原来是这样 然后那个妻子就说 我们马上就想逃跑了 比如说逃到哪去 墨西哥去 然后想什么这样 但是 然后尼克尔森就明白了 那个老头之前让尼克尔森找的那个女子 就是找那个他的妹妹们 因为那个老头想留下自己的骨肉 他的女儿跟他已经不合了 他女儿要逃跑 这老头知道 但是他老头的希望就是说 你逃跑可以 但是你要把呃 咱俩生的孩子给我留下来 所以他他女儿才想把他那个妹妹藏起来 不想让他爸知道 然后他们想带着他妹妹逃跑 不想让他妹妹再次落入他老头的那个 银银铺里面魔爪里面 所以是这样 然后尼克尔森就安排说 你现在也不行 警察局也都是他们的人 各处都是他们的人 你要坐坐火车什么的 也不好跑 坐船吧 坐船这个当年检查的比较少一些 你坐船跑 然后就就安排那个他有一个朋友 就是尼克尔森做十家侦探 他就认识很多朋友 然后去去送他们嘛 然后就是送到了一个先送到了死者妻子的仆人的家 他仆人是个中国人 注意注意来到唐人街了 这个故事的结尾就在唐人街 然后他你们先去那个仆人家唐人街的家 那个躲一躲 然后坐船 你们就能跑了吗 因为船没到点呢 你们你们赶上这个还没到班次的时间 你们先去唐人街 你不要在市里了 市里他马上就发现了 然后 然后尼克尔森支撑 支撑去找那个老头来当面最终boss对决了 对决 你这个注意很精彩啊 对决是说 其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是说 你已经这么有权有势有钱了 对吧 你已经取得了所有的一切 你为什么还要不满足 你已经这么老了 你还要搞水利局 搞水库 搞水坝 你灌溉土地 你买土地 你挣那么钱干嘛 你花不了 你现在想吃鱼吃鱼 想想保留鱼头 保留鱼头 对吧 想干嘛干嘛 然后这老头说 我还要掌控未来 这个很有意思 很经典 就是说 他以前挣的是他的过去 然后支撑他现在的好好生活 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他不满足 人 他总又有一种向未来发展 想攫取未来的这个动力 这个其实是一个 呃 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多呃 商业精英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大老板 一些一些大企业的总裁 CEO创始人 他们能不断的 他们现在几十亿一亿一块钱 对吧 几十亿的美金人民币什么的 他们仍然还想接着干 我觉得他们跟这个老头的心理是一样的 他们想把自己的辉煌延续到未来 他们的目标在未来 不在现在 也不在过去的荣誉 他们想掌控未来 这个感觉就是说 但是你想你仔细你深思一下 人是掌控不了未来的 因为未来是无限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就是你只能在你的人生里 呃 我们只能这么说 你能在你只能在你的人生里 不断追求未来 给自己一个 嗯 不断追求未来的这样一个美好的预期 或者愿望吧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他享受的是追逐未来的那个过程 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其实并不在意 我现在成功了这个结果 他们想要追逐未来这个过程 当然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不断不断的新的结果出现 但是这些结果 现在的结果 结果一旦变成结果了 他就不是未来了 就已经是现在了 就是 他们永远得不到未来的那个结果 你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这些人 呃 他们很努力 很刻苦 但是也有一点点可悲 就是这个 因为他们永远也得不到 他们想要的那个未来 而那些善于 呃 享受现在满足于现在的人 他们能满足 他们能获得真正想要的那个结果 然后这个老头就是 说你别他妈跟我整事了 我就我也知道那个你发现了一切 你这个小子挺聪明的 然后就打打打手出现了 你知道吗 你你你我把你抓起来 然后那个好 然后现在我命令你带我去那个找 嗯 找那个呃 我女儿的妹妹 就是我女儿的女儿 我我我的孩子在在哪里 然后尼克尔森 然后就被就相当于被绑架了 然后尼克尔森说 哎呀没办法 行我为了活命 那我只能告诉你 他们在唐人街 我带你去吧 然后此前 插序下此前尼克尔森已经安排了两个助手 去唐人街等着 就是他已经埋伏好人了 今天尼克尔森知道老头会绑架自己 但是他想在唐人街解决掉老头 因为呃 在洛杉矶 他是解决不掉老头 洛杉矶有法治 而洛杉矶的法治都是这个老头控制 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 呃 就是沆瀬一气嘛 一丘之鹤 但是回到这个店的标题唐人街 唐人街是个不法之地 警察也不管管 所以尼克尔森就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就是说哎 咱们到唐人街来一个终极对决 我也派我的助手去了 咱们在那块收拾你 我我让你 你我让你为收拾来 我收拾掉你 对吧 这个意思 但是最后结局 我先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悲剧 这个是波兰斯基牛逼的地方 他没有像一般的那个呃 英雄电影一样 哎 我安排了助手 然后最后我反绝地反击 我把老头干死 抓起来或怎么样 没有 最后他彻底失败了 他带了老头到那个地方之后 也见到了那个死者的妻子和妹妹 然后 然后他也看到了两个助手 两个助手是什么状态呢 两个助手被手铐绑在一起了 然后助手身边是警察 显然警察已经那个盘问过助手了 就是警察也虽然找不到尼克尔森 因为尼克尔森就是他 他之身去调查一个事 他甩掉警察 但是警察知道他他事务所在哪 警察就是把助手逮住了 警察命令助手说出了那个这个地点 因为助手跟尼克尔森是在唐人街会合 然后警察也来了唐人街 这终于很讽刺的是 那些警察平日里不干涉唐人街的事务 让他们这些唐人街的流氓 黑社会帮派自生自灭 但是当这个老头需要警察的帮助的时候 警察现在唯一一次干涉唐人街的事务 是还是站在黑道这边 你想警察就是本来维护正义的时候 警察该出手 但是警察不敢在唐人街出手 怕得罪了唐人街的黑道 但是这个刚当洛杉矶更大的黑道出现的时候 警察却来到了唐人街出手 帮着更大的黑道来摆平唐人街的这些事 非常非常黑暗 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个社会现象 然后那个那边 呃 这边那个死者的太太一看情势不妙 赶紧开车带着妹妹跑了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 尼克尔森已经帮不了他们了 尼克尔森也被手铐靠起来了 他们刚开车一跑 然后警察 这边没有车 但是警察这边有枪啊 啪啪啪开了几枪 一开始那个警官 这个大警官是尼克尔森当年的同事 就是尼克尔森跟他一起在在唐人街那个做警察 然后后来那个他的同事调到了洛杉矶 然后尼克尔森辞职不干 然后对社会失望 然后做了死亡人探 一开始这个的 他的朋友 尼克尔森的朋友是想射击轮胎 然后就想说我帮你车停歇把你们逮住吗 然后那个这个大警官的助手 你看那个我老大 我老板 我领导 没设着轮胎 哎那我帮忙玩 我我作为马仔 我的显示显示着 所以你想这个影片处处是对人性 对社会制度这种讽刺 一个下属在这里要显示他的能力 说哎 我要立一大功 然后他也啪啪啪开箱 但是没打到轮胎 啪把那个死者的太太打死了 结局是这样 就是就是就是老头的女儿 是那个呃 就正常的那个女儿 不是乱伦生下来的那个女儿 他把他打被打死了 然后这个结尾的就是 然后那个他死了之后 然后尸体呃趴在那个车把上 然后按动了那个铃声 就是车铃 然后一开始就车就停下了 然后不不断的响铃 然后这个妹妹就是 死者的妹妹呃 就乱伦生下来那那那个女儿 然后就旁边吓哭了 然后他就在副驾驶上 然后吓得不像个样子 然后赶紧警察老头赶到 把妹妹又掳走了 然后然后尼克尔森 然后然后最后就是说那个 他的那个尼克尔森的那个大警官朋友说了 哎呀哎 大好了 一切都结束了 然后然后就把尼克尔森手铐也解开了 你现在他现在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他并不想就是把尼克尔森关起来 只是让尼克尔森不要插小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的结尾是一个长长的一个不断的拉伸 就是呃长镜头拉伸 然后越来越远 在这个镜头下唐人街黑夜晚的唐人街 尼克尔森然后落寞的往前走着 然后镜头拉远照着是荒凉的街道和尼克尔森的背影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结局 尼克尔森我们讲呃这个故事的人设是 他一开始离开唐人街是因为他在唐人街的女朋友被杀了 他没有保护了他 然后他呃投入到这个案子里面 他是想呃我想救赎自己完成一个救赎 然后同时他也想保护就是跟他搞伤的这个这个死者的太太 这个这个小姐 然后但是结局仍然是没有保护住 不仅没有惩罚 那个黑社会老大那个老头那个凶手 然后这个死者的太太这个小姐也死了 他第二次失去了爱人 又是发生在唐人街 而且这个地点是他自己就是谋划一步一步就是挣扎的呃推动过来的 就是对吧他一步一步的就是假如说他如果不插手这个事情 本来这个死者的太太这个小姐 他是不会死的 老头不会想杀了他 对吧 就是他死的是一个意外 但是是因为他的插手 然后又再一次让让爱人让心爱的人 死死死了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悲剧 就是我不知道呃假如说有续集的话 尼克尔森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他再一次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 然后无力感 这个片子里面几乎就没有好人 水利局的人 然后警察就是大家都是呃一个一一条神圣的骂甲 就是一起为了这个邪恶的势力来来来为非作歹 就这样 就非常黑暗的一个片子 就就看完了让人很悲痛很沉闷 对吧 然后联想到我们国家最近这个扫黑除恶斗争 对吧 你想一想这个事情 然后扫黑除恶斗争 但是你包括想一想就是那个操场 那个对吧 操场埋尸案对吧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埋的是活人还是死人 因为有可能不是埋尸哦 有可能是直接活埋了哦 对吧 这个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一个现实 就最近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新闻 包括最近那个内蒙古的我记得是叫五元县吧 呃五个的五然后草原的园 对吧 有时候也有也是有一个去讨薪的一个一个工人 然后去讨薪的过程中 然后不知道怎么事 就被警察拘留了 我去讨薪跟你警察有什么关系 然后你想就是这个事吗 警察就敢拘留他 然后这个人死掉了 死在了拘留所里 然后警察给出的解释是他喝醉了 然后自己拿头撞墙撞死了 你想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然后然后他的那个妻儿 然后呃在街头 然后取个告示 然后在寻求好人的帮助 然后在网上发帖 然后居然然后被很多大伪转了之后 五元县的那个公安干警网警 说哎你们不要转哦 你们这个事儿 那个他确实死了 但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不要转 就是这个事儿是非常荒唐的 对吧 就是无数次删帖 然后网警在做这种勾当 然后这个既是他们跟黑社会勾结草菅人命 然后舆论上他也不让人发声 就是从现实层面到信息层面 整个是一条链条下来 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呃参政议政或者是民主 我们没有办法当家做主人 你联想到最近这个这个垃圾分类的事件 你想哎 为什么突然之间垃圾就要分类了 对吧 你想想 这怎么回事 他经过论证了吗 有没有像水利局当年美国虽然黑暗 但是你想他们在明面上水利局还是要召开论证 然后两派辩驳 那个那个正义的水利局工程师还是要敢于提出来说 哎 我们不行 那个土质不让修 垃圾分类这个事情 经过市民公开的参政议政了吗 现在他学会了说哎 我们召开了什么那个听证会召开市民议会 但是你想想这个听证会 他是走个形式吗 还是真的实质上是那样的事的呢 对吧 有多少人参加了听证会 听证会的人选是怎样选的 听证会是否是一个呃 把科学的论证的结果告诉给了大家 对吧 因为你参加听证会里面 假如说呃 你这边想推广这个政策的人 他之前调查了两年 然后找了他们有利的证据 但如果听证会的时间很紧 我告诉你下周就来听证 你们这边反对的人 你们根本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去收集材料 找证据 对吧 这是一个不对称的 对吧 我有这么长时间准备 然后你们哎 我就告诉你们一个结果 就像是比如说什么政协人大审议会一样 根本不提前给委员看 好像就提前几天还是一个礼拜 那么后 那么好多好多页 几十页上百页的什么政府工作报告 你让人委员几天之间看完 现实吗 甚至甚至可能几天都没有吧 我记得还是说当场看 我我忘了 反正对吧 这个事对吧 他是有这么一个形式 但是这个形式最终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落实这个事件的审核 参政议政民主进程是完成的呢 根本没有 这个形式 他设计了很多门槛 不让你呃 完全的自主的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 对吧 包括什么法庭法庭审判 有一些律师 有一些良心犯被政府呃 以什么循性滋事啊 包括反分裂国家 还是什么危害社会颠覆国家政权 这些罪名 抓起来了 然后律师 你根本律师 按理说律师有见当事人的权利 有调查 有向那个检察机关调取案件 那个卷宗 以及证据的权利 都不给你 都不给你 你根本就不让你见面 然后家属也不让见 然后什么都也不让你看卷宗 对吧 你按理说宪法 你包括刑法什么都写好了 但具体实施中 在这个 因为每一个实施的这个环节 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 只要他们一个链条足够庞大 这个个人的利益 利益 利益 放在这个链条里 那么那么这个链条里 那么每一个链条上的成员 他都不可能脱离组织 他都是被组织掐得死死的 那人家上级让他做什么 就是那你就做什么 你你根本 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民主的道路 就是这样被被堵死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看唐人街 这个布兰斯基的这个电影 我觉得是蛮能 反映当今中国的现实 OK 喜情欲色 四伤闻剧全 本期就 是这些 然后 大家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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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